- 放我一片莫名其妙的BQ - 好就是對 - 按一下這個對 然後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那其實我跟大部分的人差不多一樣 就是如果不是學生的話 那上班族其實下班人生你會怎麼過呢 其實現在蠻流行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斜槓斜槓青年 就其實是表示你的人生的身分不只是一種 你可能有很多元的去經營的身分 那對我來說 我自己也是2013年的時候就是上課 然後這是從不會到會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專有名詞 但其實真的不會是 這個是零 就是不會寫稿 我也不會拍攝 然後我們就是從零開始學習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白老師教我們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開始了我的採訪人生 然後一開始就像剛剛提到的課程當中 就是學習怎麼學會這樣子 對那我等一下會分享我四個方面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分享有捨才會有的 然後第二個是莫忘初衷 那第三個部分會分享我在帶大家上課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的學習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 每一個人其實都是素人記者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FB 你都可以分享你的生活的經驗 那其實你就是一名素人記者 對那這個兩個部分我就不再多聽 因為前面剛剛Lindy已經分享了 好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好不容易拿到的畢業證書 對這個就是剛剛她講到一年之後 然後終於拿到的畢業證書 那一年其實就像剛剛分享的 我一開始覺得只是一個新聞寫作班 去學學看好了 就是抱持了這種心情然後去學習 然後沒想到就這樣一學之後 就從寫作開始然後抱影音 然後大家不要小看影音 影音真的很難 原因是因為你要從文字的角色思想 一直到影像的操作到每個特效到每個剪輯 到你要怎麼樣把你腦袋想的變成影像 然後變成每個人都看得懂 到大家看得懂之餘還會被你感動 這就是另外一種學問 所以其實我覺得白老師他真的很用心的 教我們這一群就是半路出來學習的學生 而且每個學生都很想跟他說 老師我們不想做了 每個人都講一樣的話 可是老師都說 不會不會不會 你們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對然後所以她的第一句話 她就告訴我們說要忘忘初衷 然後她就說 那時候我學她就說 要有捨才會有德 因為要能捨得才能解出好新聞 這是她對我說的 那原因是因為我是一個很捨不得的人 就是我常常在影片就是剪輯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她怎麼辦 我覺得這段也很好 我覺得這段也很好 她講這句話我也覺得還有道理喔 然後我想說哇這兩句話我到底要放哪一句話呢 這常常是在剪輯的裡面的盲點 所以後來我就學會了 其實剪輯是一個放棄跟一個選擇的過程 就是你會發現有一個好的跟另外一個更好的 那你要怎麼選擇 其實你要選擇那個更好的 然後來放棄原本那個你覺得好的 所以兩個其實都很好 但是你要選一個更好的 那因為不能同時擁有 因為如果你太貪心的話 你就會兩頭落空 所以其實你要怎麼樣在可能只有兩分鐘 或者是一分鐘的時間裡面講出一個故事 其實是常常需要取捨的 然後我也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在從2013年開始學會剪新聞 然後就學會原來生命也是這樣 你查到生命中 你在這個時間 就現在這個下午 你選擇來交點 然後聽我們的分享 你可能有一些收穫 可是你要取捨可能有人已經約你去看電影 或者是有人告訴你說 欸我有個下午茶會 那你選擇在這邊你就有一個收穫 可能每個人選擇不一樣 可是你每一個時間點其實都是一種選擇 可是你選擇出來之後 你就會有好的經營跟突破 那我也因為就是從2013年真的是有一些取捨 其實從2013年我的很多好朋友 可能是線上的朋友們 就會說你好難約喔 跨年你也沒辦法約 因為跨年你要去拍那個煙火 然後可能冬至你要去拍湯圓啊 各式各樣的事情 你都要去跟大家分享 然後去跟人家去聚到第一線 然後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像之前太陽花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怎麼樣去跟大家去聊 然後去挖裡面的分享 跟一般就是電視台不一樣 因為一般電視台可能在那邊守候 大家因為他的平台可能會去找他們 可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想要跟大家講那些 真正想要聽到的故事 所以其實很多像是現在很多新創團隊 或者是一些社企團隊 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我們就是反而被他的故事激勵的這樣子 對 好 所以對我來說 白老師說的夢望初衷 對我老師是最大的鼓勵 那也在這過程當中呢 我就學會最多的事情是 其實是要用一個謙卑的態度去 面對每一個人跟每一個採訪的人 然後也在採訪的過程當中就學會 其實我自己反而是那個最大收穫的那一個人 對所以就是鼓勵每一個人 你也可以成為那個把別人生出來的人 對然後這就是我的一個上半族的下班的採訪人稱 然後真的要持續的堅持到底 然後剛剛跟大家分享 就是剛剛提到的人物深度報導 其實剛剛為什麼順序是這樣排 為什麼是翠蘭姐在前面 因為我在這則人物深度報導的時候 我要帶三個媽媽 三個媽媽 你要知道是三個媽媽 三個媽媽就不只是一個菜市場 是三個菜市場 然後三個媽媽都有三個媽媽媽的想法 然後我要同時在那個當中說 對你講得很好 你也講得很好 你也講得很好 對 然後大家都沒有重點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我怎麼辦 然後後來終於有個結論 他們就是有遇到一個 也是剛剛分享的 就是現場有跟人分享的獅多獎 那這個校長也拿到獅多獎 那因為這個校長叫做陳許恆陳校長 那他現在是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陽明山上有一個國中 就是最高的國中 對他就在那邊任教 那他其實好不容易成為校長 那在部分當中他其實就是有個癌症 然後也經歷了怎麼樣面對他的疾病 然後到戰勝他的疾病的過程 那我們就想把這故事寫出來 那其實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同時要跟 其實就變成四個媽媽了 因為陳校長也是媽媽 然後我要怎麼跟他們 從不會到會 所以上面有一個寫稿的過程 然後到下面就是真的去到陽明山上拍攝 然後到終於做一個專訪 然後終於就是有一個成果發表會 所以這整個過程其實就是 對默默的流下淚來 然後我在那天成果發表的時候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很謝謝 這四個媽媽給我的鼓勵 因為常常會覺得自己是晚輩 可是我到底要怎麼鼓勵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人生經歷其實常常比我還多還豐富 然後也看見他們真的很用心的學習 然後後來他們我真的 後來也因為他們有參與這個課程 然後他們也在他們的一些像是校園啊 或者是職場也做一些很棒的分享 所以我覺得未來大家也可以去看我們這則報導 就是上去可以搜尋就是我們有一個人物深度報導 然後我們的那個新聞叫做 教育無他為愛於榜樣而已這樣子 好另外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一直提到的一支麥克風 那我們這次訪問的這個人 他比較特別的身分 他是一位視障的朋友 然後所以我們的主題叫做 不一樣的視野是這樣子的天空 然後他是佑誠 他很特別的是大家想像視障都會覺得說 那是一個需要被幫助者的角色 但他不是喔 佑誠他是一個社工 就是說他就專門要去幫助別人 他的身分是一個社工 那他現在在伊甸基金會 然後幫助很多孩子 所以很多孩子其實因為他反而被鼓勵了 就是他常常像我們之前要訪問他的時候 他都很客氣 他都說你只要告訴我 你在捷運站的哪一個地點 我就會出現在那裡 然後他就跟我們分享 其實很多時候你看到就是視障朋友 其實你很熱心的想要幫助他 他說他常常在路上會不小心被大家抱 因為大家以為是你要拍拍抱 大家以為那個抱是這個抱 不是那個抱是你拍拍他的肩膀 就是拍他這邊 然後告訴他你需不需要幫忙 然後他會告訴你那個回報的抱是那個抱 所以不要突然去抱住視障者 他們真的會被嚇到 他就說他常常半路就被人家抱住 然後就會有一個女生 他曾經有不小心被一個女生抱住說 欸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 然後他就被嚇得很慌張這樣子 對他說真的不用 就是拍拍他們 然後說欸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 那他們通常就會跟你說 那你把肩膀 就是讓他手可以扶著你的肩膀 然後就會帶你到前面的方向 所以其實是很 跟我們一般生活聊天是一模一樣很自然的 不用差別在於他們 反而你很自然的跟他們的生活 他們就覺得欸很親切這樣子 如果你很慌張的話他反而比你更慌張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樣去面對你的熱情 對所以大家其實對於這張朋友 其實是非常就是自然就好 對像像我今天原本也要邀請他 他就說他因為他下午跟朋友有約 但沒關係就是我剛剛也分享直播給他 相信他也可以聽我們的分享 對然後他很厲害的是他也是用FBO 所以這真的完全跟我們一模一樣 然後他手機完全使用的時候他也給我們看 就是他用一種功能 然後那個iPhone 對他會直接唸給你聽 所以所有的報導他也是用唸的用聽的 對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則報導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直接播給大家看 大家等一下 等一下喔 對阿那個應該是阿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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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那阿 所以在引導其實他是這樣子的時候就會 其實沒有神救感 然後做因為這樣所以開始對助人的工作 開始有興趣 然後跟人群相關的工作 所以包括說剛剛提到的去上演服務樂或者是老人物表演的機會 或者是像樂團唱唱有去一樂一演這方面 其實上台都讓我建議 這些都是適當朋友他們都在做表演工作 那也開始去認識到說其實自己真的有能力去為別人還有為自己做一點事情 幫助人其實不是一味的把你的很多心力很多的感情投入在他身上 應該要讓他可以告訴他他需要成長 你應該是要可以更好的 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可以把感情擁入其中 然後穿搭給別人的一個媒介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一些音樂的部分把我們的關係 把我們的對這個社會希望付出給社會的這個熱情 這個熱情散播給大家 其實是這樣子也可以過得非常的 他的生活也可以非常充實 好像說那個字卡 好的 好的 OK 對啊裡面有佳蓁 對沒錯 就是我們其實也是在這則新聞 然後我也交了就是佳蓁的那個新聞採訪 對 所以就還蠻妙的 也是我們團隊之一 對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剛剛前面 再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前面 對 我們這裡面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千千 最角落那個女生畢業的那個 他真的也是因為這則新聞 然後後來他就是持續的學習嘛 然後就真的現在是在中天當記者 對 所以就是還蠻奇妙的 就是真的完成他記者的夢想 然後後來佳蓁 大家看看到佳蓁 他也因為這樣可以認識很多創業家 或是現在領域的人 他也就真的去採訪他們 所以對我而言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你注定要去做的事情 不管你現在在堂的每一個人 是什麼樣領域的人 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你的這個calling 對 所以對我來說其實每一個人 人人都是素人記者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提提的分享